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一集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六支我非常推薦的南式香水 這六支香水其實我在春夏季節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使用的幾支香水 那今天不論你是想要 試試看一些特別味道的香水 還是說你想要找一份特別的禮物 給一個重要的人 我相信這支影片 一定會對你有幫助喔 有興趣的話那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吧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呢 主要會和你分享任何有關於香水 最新以及最有趣的內容 因此呢 記得要訂閱我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訊息囉 好的我們開始今天的香水分享吧 第一支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這個來自於 MFK的 紳士玫瑰 這支香水呢 它是屬於 木質花香吊的味道 一開始呢 你可以明顯的聞到 這種 淡淡的葡萄葉的味道 還有玫瑰花的感覺 好舒服啊 這個味道 然後它裡面的玫瑰啊 非常的不簡單喔 它裡面是用這一種 保加利亞的大馬士格玫瑰 還有格拉斯的千葉玫瑰 作為它的香調 雖然說它以這兩種玫瑰花種 作為它的香調 但是它的味道啊 不會給你是那種 濃厚的玫瑰花 它反而呢 是呈現這一種 好像是一支玫瑰花 插在花瓶裡面的那種感覺 獨立 又很堅強 然後它的味道也不是帶給你那種玫瑰花瓣的味道 它反而呈現出來的是玫瑰花的那種梗的那種感覺 它是以植物的這種綠感 去 中和掉這種 可能會 產生濃郁花香的這種味道 這支味道我覺得它的花香味是不濃的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男性使用的一支香水 然後它的香氣最後到尾吊的部分會有這種 溫暖甜甜的琥珀的感覺 聞起來特別特別的舒服 那這支香水我就覺得很適合 喜歡清新味道的 然後個性內斂有氣質的男性朋友們 無論你是穿著休閒場合的襯衫 還是正式場合的西裝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第二支這個來自於凡賽斯的經典男士 淡香水 它的前吊呢有佛手乾 天竺葵 中吊 法國橙花 南風杏子 西洋山 最後尾吊的部分有色香 那我最喜歡它裡面這一種橙花 帶出來那種淡淡甜甜的花香味 還有西洋山 帶有一點點固質調的感覺 這支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有親和力的味道 而且 你噴上它感覺好像 你沒有噴香水一樣 它帶給你的感覺呢是好像 從你自己肌膚散發出來的那種 體香的感覺 很淡 很溫柔也很低調 這支香水我覺得 非常的好穿 而且完全不會出錯 像是簡單穿個白色T恤 搭配個牛仔褲 都是很OK的 像我平時出門如果只是去家裡 附近買個東西的話 我也會穿這支香水 就是隨便穿都很OK的一支 那麼這支香水我就覺得還蠻適合這些 學生族 或者是剛接觸香水的 男性朋友們 第三支是這個來自於 帕爾瑪之水的 黑調骨龍水 這支香水啊 是一支非常溫柔 又有格調的味道喔 一開始有香檸檬 苦橙葉 還有柚子 最初它上在皮膚上的味道呢 是呈現這一種 淡淡的造香味 然後還伴隨著一點點柚子的清香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這個柚子呢 應該是 柚子的那種果肉 因為它聞起來很飽滿 很juicy 然後味道到了中調的時候有 迷迭香以及茉莉花香 最後尾調以往後香跟向台作為結尾 它會帶給你一種 成熟 很低調的感覺 然後這支香水 裡面這個柚子的香氣啊 我覺得從最初一直到最後 停留在你身上的那種感覺 這個柚子的味道一直都還在耶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 把這個香氣呢 就是 不那麼的沉悶 增加了一點點活潑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支香水非常適合工作的場合 很適合就是 呃 很乾淨 很聰明 然後想要提升專業感的上班族 第四支是這個 呃 呃 來自雅曼尼的 巴比倫香根草 這支香水呢是 雅曼尼這個高級定製香水系列的其中一支 叫做巴比倫香根草 那它的靈感呢是這一座美麗的 巴比倫花園 來來來 我們一起來感受一下這一座美麗的花園 哇它的味道啊聞起來 非常非常的高級 前吊的部分你可以聞到這種清新的草木香 還有 橘子的香氣 好清新好舒服啊 然後它到中後吊的部分呢會帶有這種 香根草的清冷感 還有小豆蔻的溫暖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算是一支就是 可柔可綱的一支香水吧 而且你看看它的瓶身 真的非常的高級耶 它上面的石頭好好看喔 那麼這支香氣呢我就覺得很適合就是外表乾淨 然後想要給人家有一種暖男形象的男性朋友們 接著是這一支來自於 潘海利根的 Racket網球拍 這支香水呢它的香調非常的簡單 不過它的味道呢 卻不那麼簡單喔 雖然一開始你能夠明顯聞到很酸色的檸檬味 感覺呢好像是 很多顆檸檬 同時間爆開 然後噴在你臉上的這種感覺 不過這個酸色感很快就會淡去了 接著 慢慢的你可以聞到這個玉創木的味道 就是有一點溫暖 還帶有一點點甜甜的木質調 我覺得它還有一點點像是那種煙燻木頭的味道 聞起來特別特別的迷人 最後的尾調的部分 它以這個皮革木作為結尾 它這邊的皮革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很生硬的皮革 它在這邊的皮革呢是很柔軟 感覺是那種 摸起來很滑順的那種 絨布皮革的感覺 那這支香氣整體來說是偏向於活潑 但是它卻能夠帶給你那種 成熟安心穩重的感覺 而且這支香水 它的持香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你看它 感覺好像是 非常淡的一支香水 不過它的持香度真的是無敵厲害 我噴它10個小時以上 都是沒有問題的 真的很不錯 我也不得不提一下它的瓶身 它的瓶身真的是很可愛耶 它是這個 復古的小酒瓶的感覺 搭配這個紅白色的蝴蝶結 如果香水噴完了擺在 房間裡面當裝飾品 看到也是特別的開心 真的很值得收藏耶這個香水的瓶身 那我就覺得這支香水很適合各個年齡層的男性 適合日常外出或是約會聚餐的場合使用 今天分享的最後一支呢 是這個 來自於 Dip Tick的感官之水 這支香水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一個味道 因為它在每一個人身上呢 所呈現出來的感覺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它在我身上的感覺呢 一開始是這一種苦感跟罩感味非常的明顯 我還可以聞到那一種 大自然的味道 像是有泥土啊 枯枝落葉 還有花朵的那種感覺 然後香氣慢慢的你會覺得就是 它的味道啊越來越好聞 那我不知道它裡面到底是哪一支 香調 讓我覺得非常好聞的 因為它每一個香調都融合的太好了 完全猜不出來是 什麼味道讓你覺得非常好聞 但是我覺得這支絕對絕對是會 刺激你的感官的 你會覺得 莫名其妙你就會被它的味道吸引 所以我覺得 這支香水建議大家一定要心致去嘗試看看 然後再做決定 這是一支 看似簡單卻是非常複雜的一款香水喔 很醇厚也很感性 那我覺得這支香水就很適合 乾淨整潔又很浪漫的男士朋友們 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所有的男士香水分享 不知道哪一款香水你最有興趣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一下喔 那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別忘記給我按讚 訂閱 還有分享喔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見 拜拜